中央电视台在成功举办了十余届春节联合晚会后 又开始全力打造春节音乐歌舞晚会 在从1994年到1996年的最初三年中 电视工作者的不断探索 随着电视观念到舞美 电视技术手段的不断更新和完善 逐步形成了春节音乐歌舞晚会的制作样式 在最初的三年中 艺术家们克服各种困难 亲力创作了一个又一个电视艺术精品 精美的画面 精良的制作 艺术家们精益求精的表演 把一台台汇催精品佳作的晚会 在除夕之夜奉献给了亿万电视观众 即使福音乐流 世上有道英雄平方 世上有道英雄的花 want e 给我这集理来 说上那几句话 人躲烟草 人躲烟草 我没能靠近 你还笑听了真情的花日 千庄花香飘向天涯 千庄花香飘向天涯 你说我找你来 你还我一处睡来 小鹿不熟吹长海 风骨的梦里 那我来开 我来开 云台的车 二換句啊 山楊鴻爺 倫天鴻 山楊鴻針 一換句話 嘯嘯嘯嘯嘕嘩嘩了 嘯嘯嘩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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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集中了 当年我国艺术界 特别是歌舞 非常好的优秀的节目 作为基础 然后呢 把一些传统的 特别是著名的 国内外的一些 好的一些节目 融合到主题构想中 春节歌舞晚会 它所追求的 一直是以优美的电视画面 和高质量的电视节目 作为我们整个晚会的基础 用来还债 与1982年相比增长了15倍 当年每100元支出中 还债的金额只有0.5元 继续举债的空间 那么已经是非常小了 为安抚民心 陈水扁抛出举债无害论 是一种杀地驱来的一种做法 敬请收看本期热点透视 透视陈水扁举债无害论 张教授刚才我们从几个方面 来分析了一下 台湾岛内取债的一些状况 那么可以说 这个债务的比率 在不断地上升 那么税收的比率 都又在不断地下降 可以说是入不敷出的 这样一种局面 那么如果着眼于 这个台湾经济中长期的发展 比债定用是一个很合理的方式 对 一举债 你要有这个 政府要有这个合理的 这个敞化能力 但是从目前来看 台湾当局在这个赤字 连续落化的情况下 它这个敞化能力 那么已经是 受到了广泛的质疑 那么从税收角度的来看 那么实际上就是说 清水面上台以后 大搞这个福利政策 搞了一系列的减税 那么加上经济不景气 那么税收来源又减少 台湾整个负税收入 那么是占那个GDP的比重 实在不断下降 那么就以2002年为例的话 那么台湾的负税收入 那么占它整个政府 那个财政收入的比重 那么只有62%年级 那么一般的在发达国家 或者财务比较健康的国家 都应该是在80%左右 所以在情况下 台湾那个财政收入 就相对来说就继续地下降 但是支出又不断地上升 那么这样就形成 台湾那个财政的状况 就不断恶化 那么像这种情况的话 它又再继续地 就是说要增加的 这个取材的幅度 那么这对台湾的财政 是相当不利的 那么有可能造成 一个财政危机 面对这个陈水扁 这样一种做法 可以说台湾各方 也有一些疑虑和担心 那么陈水扁也曾 就是面对这些疑虑和担心 发表过言论 说虽然现在我们 把金鸡蛋花掉了 但是我们留给子孙 却是一只 会生金鸡蛋的金母鸡 那么您怎么来看待 它的这样一种言论 其实就取材本身 它无所为好坏 你只要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只要用在这个 有效益的项目上 那么它会对经济 它会有它的正面影响 陈水扁执政以来 台湾经济情况是 急转之下 所以说实际上经济问题 已成为陈水扁 就是说拼选举的 一个最大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弊端所在 就是说 也称了它的一个 最大的包袱 那么为了 它要甩掉这个包袱 它要 它要引到一些声势 一个讨好一些选民 短期内刺激这种景气 然后来摆掉 对它那个经济的经济因素 对它选举的不利影响 那么来临时性地 做一些这种短期的 应急性的措施 那么像这种 扩大公共建设投资 那么就是 属于这么一种 典型的一种措施 那么如果要是说 这些提出来的 这些经济建设项目 未来进行的 扩大公共建设 这种投资 那么不能符合 未来台湾经济发展的需求 那么产生不了 很大的效益 那么它遗留下来的 只有是你这些债务 那么在实际上 就债留此生 其实是一种 杀鸡去乱的一种做法 我可以说 这个举债这种形式 无可争议 但是看这个钱 是否花在了当日上 好 今天非常感谢 张教授 您就这个举债无害论 为我们所做的分析 谢谢 对于陈水扁的举债无害论 台湾媒体评论说 想当初民进党在野时 一再批评行政当局 盲目举债 现在民进党执政 不仅财务急剧恶化 而且还要将 一再举债和 真可谓信口贼王 台湾的财政危机 其实只是台湾 总体问题的一个外现症状 隐藏在财政危机背后的 是经济 政治和社会的危机 这个危机的形成 是因为民进党 为了赢得选票 千方百计 只想讨好选民造成的 好 感谢您收看 今天的《海峡两爱》节目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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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